大家好 有很多的老年人呢 可能在一生当中就因为最后一次骨折 或者最后一次摔倒就离开了人世 为什么最后一次摔倒可能就导致了骨折 那为什么老年人一摔倒就容易骨折呢 就是因为骨质疏松了 骨质疏松呢有这个四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骨头脆了 所以他摔倒的时候容易骨折 第二个呢他有经常出现腰疼骨疼的时候 也可能是骨质疏松了 第三个就是矮小症 就你看个子越来越小了 到了一定年龄为什么人越老个子越小了 骨盖流失了 谁偷走了他的盖呢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最最严重的就是跌倒骨折了 其实是跌倒骨折了 还是因为他骨质就不稳定他跌倒了 就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 在最后一次跌倒就离开了人世 所以说呢这就是对于老年人 为什么我们要预防跌倒 就是这个概念 还有呢老年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 有的老年朋友呢脑供血不好 出现了脑缺血 还有的腔细性梗塞 有时候就站不稳当 所以就容易摔倒 摔倒呢你骨质就脆了 骨质疏松了 所以呢就容易骨折 那么骨折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的是通过饮食来进行 盖质的补充 也有的那是通过我们的药物进行治疗 太严重缺钙的肯定要进行治疗 那么下一讲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 让我们科学补钙 好谢谢大家